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我們來到南台灣的墾丁 來試駕本田即將要國產上市的重量級車款HRV 車型的編程也和傳統的分成VTi、VTiS以及頂級的S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就是S的版本 除了配備的差異之外 氣囊數也是很標準的246這樣子區分 那其實HRV在海外已經上市好一段時間了 這次導入台灣的外觀造型上 採用了比較類似歐規的設計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本田新世代的Solid Wing車頭造型 它水漿護照跟車頭是一個一體式的排列 那SD的車型上有配LED的頭燈 包含邊邊的這種日行燈還有中間兩顆LED的燈泡 下方的氣壩也營造了比較豐富的層次感 兩側有霧燈的配置 那來到車側呢 你會發現它的輪拱的折線非常的明顯 這樣子可以讓HRV看起來比較動感 那我想這也是這種比較強調跑格的 Crossover車型所必備的 那另外一道折線呢 從前門一路延伸到C柱 那說到C柱呢 這其實是HRV的另外一個重點 因為它採用了這種隱藏式的車門把手設計 它的車門把手隱藏在窗框的裡面 那配上它高腰線還有後方有點鞋背式的設計 那我想原廠主打的COOB跑車化外型確實是相當的成功 來到車尾呢 雖然它的特色跟前面相比並也比較少 不過你還是可以從它非常特別的尾燈造型看出這些台HRV 那下面的部分雖然只有一個方向燈喔 不過它佔掉的面積比例非常的大喔 我個人看是覺得有點不太習慣 不過這確實是辨別HRV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打開後尾箱門呢 它的行李箱開口面積非常的大喔 幾乎已經佔掉整個車尾喔 它的行李箱容積是437公升 兩側的輪弧吃掉的面積有一點大 不過它的寬度平整性還有深度表現都非常的好 有些不良的影響 坐進駕駛座呢 第一件事情你會發現就是HRV的視野表現非常好 那它雖然是採用房車的底盤打造 不過整個視角啊 因為坐視的關係 其實跟LSVV是很像的 那再來就是呢 大家很熟悉的本田駕駛座艙 它依然是以一個駕駛人為導向的設計 當然它的塑膠感還是有一點重 不過方向盤的表現很棒 握感跟觸感都很好 入門款以上的車型 還有配換檔撥片跟定速 那中間的八寸螢幕呢 只有頂級車型有 有導航也可以跟智慧型手機連結 反應速度比較一般 不過觸控的質感很不錯 排檔感周圍安部的設計是另外一個重點 它採用一種兩側隆起 中間凹陷的造型跟NSX的設計 其實是非常像的 裡面呢可以看到HRV采用的是電子手煞車 那也配有Berrycode的功能 另外一個看點就是它這條 有夠長的冷氣出風口 它其實有三個風口的設計 最靠右邊的因為靠窗日照的關係 所以它的風量會比較強 中間的相對比較弱 最後呢還有這個紅色的零星啟動鈕 那它其實跟第一款搭載這種設計的S2000 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那所以到底HRV會不會有這種 大家好久沒有見到的笨田魂呢 我們實際上路去體驗看看 HRV搭載的是跟CIVIC相同的1.8升自然經濟引擎 它最大馬力有143匹 搭配的是地球夢的CVT倍速箱 那原廠這次呢把齒輪比擴大了8% 為的就是讓HRV有更好的起步動力跟高速的延展性 不過呢這樣的改動讓它在峰值的輸出爆發上變得比較溫和 也就是說呢HRV的動力平常的表現其實就是夠用 那它很安靜很平順也動力很綿密 不過如果今天你有很高的性能需求 要把它轉速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檔位才行 那這個時候引擎的噪音就會變得非常大聲 那HRV的設計呢原廠刻意的把前軸的重心降低 然後把後軸提高 為的就是這種向前傾的車身配重 可以有比較好的平衡性跟穩定性 有點像是我們在打籃球的時候過人 要把身體往前壓低一樣的道理喔 那除此之外呢本田在HRV很多的部位都裝上了強化感 那你開起來除了可以很輕易的感覺出它強大的剛性之外 後面脫翼幣這種非獨立的懸吊也可以相對比較安定 不會造成有太多的跳動 那整體來說呢HRV的操控確實是超乎我的預期喔 可以說是體質非常好的一台車喔 那車室內的表現也很合乎HONDA的水準 在結合個性跟機能這兩種crossover的產品訴求之後呢 HRV讓我的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在機能性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你看完這支影片之後應該也會更感到興趣喔 那我在這邊說再多都沒有用 你不如就去展間好好的看一下車吧